这个礼拜,我们集中讨论跟通货膨胀相关的宏观经济学问题。 古往今来,哪怕是在很原始的社会形态里面,人们都需要使用货币,几乎任何一种物品都曾经被尝试过用来做货币。 但是,货币这种协调工具是在人类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才得以不断地改善,变得更加巧妙,更加灵敏,更加有效的。 人类社会至今还没有制造出一种完美的货币工具,主要原因是货币同时受好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要在这些不同因素之间取得平衡,现实当中并不容易拿捏。 货币这种协调工具打磨得好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一个国家的价格水平应该是稳定的。 记得在1996年,美国联邦储备局曾经组织过一次学术会议。 参加会议的不仅有当时的联邦储备局主席Ellen Greenspan,格林斯潘, 还有一群著名的研究货币问题的宏观经济学家,包括Stanley Fisher,Lawrence Summers和Martin Felsten。 在这个会议上,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明确地说道,我们的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是要保证物价的稳定。 所谓物价稳定,就是每一个经纪人在他们做出经济决策的时候,再也不需要考虑未来物价水平的变化了。 参加会议的所有官员和学者都对此表示赞同。 但问题是,怎么才算物价稳定呢? 有些经济学家论证说,通货膨胀率在1%到3%之间就算是物价稳定了。 有些经济学家则说,那得1%到2%之间才算是物价稳定。 而有些经济学家则强烈建议通货膨胀率必须是0才算是物价稳定。 但不管怎么样,经过长期的讨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通货膨胀率应该比0稍微高出那么一点点, 1%,2%,顶多3%,这样才是最合适的。 为什么不是0最合适呢? 因为这当中往往会出现统计的误差。 如果把通货膨胀的目标瞄准在0%的话, 一不小心就会弄出一个负的通货膨胀率,也就是通货紧缩了。 一旦出现通货紧缩,要在劳动市场上让人们下调工资,感情上就不容易接受。 所以通货膨胀率还是一高不一低,在0以上留那么一点空间,算是劳动力市场的润滑剂吧。 要打磨好货币这种协调工具,除了设定一个比较理想的通货膨胀目标以外, 增加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也非常重要。 经济学家很早就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一种货币的稳健,会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 一是经济因素的影响,新技术的冲击,战争与和平的冲击,贸易壁垒的建立和打破的冲击, 甚至自然灾害的冲击,都会对物价的一般水平造成影响。 而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政治的因素。 经济学家发现,一种货币的通货膨胀周期,经常跟这个国家的政治活动周期有相关性。 比如选举的年份,不同政党交替执政的年份,不同经济理念的政治加执政的时间, 都跟通货膨胀发生的节奏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 正因为是这样,要打磨好货币这种协调工具,就要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这种经验,在世界各个国家推行以后,经济学家就发现, 一个国家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跟这个国家的货币的通货膨胀率呈反比的关系, 也就是独立性越高,通货膨胀率就会越低。 要打磨好货币这种协调工具,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 那就是要让中央银行专心对付通货膨胀,一心不能二用。 不要让中央银行同时兼顾就业问题。 我们这个礼拜介绍了垂直的菲利普曲线的含义, 意思是说,从长期而言,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正因为这样,我们就不应该通过制造通货膨胀, 在短期内改变就业的情况。 因为这么做,除了短期的误导市场以外, 没有任何的好处。 所以有远见的中央银行, 就不应该把就业问题当作他们的任务。 世界各国的经验也表明, 任务越单一的中央银行, 他们的通货膨胀率就越低, 他们的货币就越坚挺,越可信。 而那些目标多元化的中央银行, 既要管通胀,又要管就业, 又要对付经济周期, 又要管扶贫安康, 这种多任务的中央银行, 他们在对付通货膨胀的问题上, 成绩就比较差。 好,我们来看看本周的思考题。 周一的问题是, 通货膨胀只不过是货币数量不断增加而已, 而货币本身只不过是一个记账的符号, 如果每个人的工资, 收入, 支出都加一个零的话, 那对真实生活会有影响吗? 为什么? 曼鱼同学的回答是, 要是所有的人的收入支出都加个零的话, 理想的封闭系统是可能没有差别的, 不影响已有的平衡, 但实际上收入和支出是不可能同时等比例的增加的。 我觉得曼鱼同学的回答谈到了问题的重心, 那就是我们在周二的时候介绍的概念, 货币像水, 也像蜜。 为了遏制通货膨胀, 有些人主张使用金本位回到金本位, 因为金子是一种稀有金属, 它的数量有限, 不可能仿造, 但金本位其实并不绝对可靠, 金子虽然是稀有的, 但忽然发现一个巨大的金矿,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金子也还有其他的用途, 比如在工业上, 在民用上, 而这些用途也会影响 金子作为货币的流通量。 上个礼拜我们也分析过, 好像比特币这种固定数量的电子货币, 也不可靠, 也有问题, 如果用它来做通行的货币, 那会引发持续的通货紧缩。 有些学者主张, 把中央银行所要保持的通货膨胀目标, 写到宪法里面去, 做一个硬性的规定, 把这个目标定做2%, 3%, 具体多少没关系, 只要固定下来, 谁也改动不了, 那就行了。 这种做法也不一定可靠, 这是由于一个国家的经济体, 它的生产总值会发生变化, 而货币的流通速率也会发生变化。 我们看看货币数量论的公式就可以知道, 如果Y和V都在变的话, M和P之间的关系就不能稳定下来。 当然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 有一些经济学家还提出过自由银行的概念, 那就是给予商业银行自由发钞的权利, 让他们自己发行的货币在市场当中自由竞争。 这个想法是有它合理之处的, 其实今天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货币, 这些货币就在全球金融市场上面互相竞争, 越是坚挺, 方便, 可靠的货币就越能得到人们的采用。 问题只不过是, 今天互相竞争的这些货币都是国家发行的, 不是私人银行自由发行的而已。 你可以理解成, 今天的货币市场是国营企业之间在竞争, 而这些自由银行的主张说的是, 不仅要让国营企业之间互相竞争, 而且要让私人企业也参与竞争。 这种自由银行体系的想法, 经济学家海耶克·F.A. Hayek就曾经讨论过, 到今天也还在被持续地讨论。 而历史上有许多的商业银行, 包括中国的钱庄, 采用的也是接近于自由银行的体系。 但在今天, 自由银行制度还没有找到机会, 好好地再做一次实验。 对于我们应该怎么应对通货膨胀的问题, XTENG同学回答说, 从微观而言, 也就是针对个人而言, 应付通货膨胀的办法, 就是不断地修炼自身的技能, 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另外, 就是要合理投资, 购买实物资产, 股票, 基金等抗通胀的产品。 而从宏观而言, 也就是对国家而言, 避免通货膨胀的办法, 就是要控制货币的发行。 另外, 要加大对基层教育的投资, 培养更多新时代的商业领袖, 科学人才等等, 用技术和商业, 创造出更多物美价廉的产品。 周三的问题是, 当一个社会出现了比较高的失业率以后, 政府应不应该有所作为? 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关于失业的问题, 我们前面在讲公司内部治理的时候, 详细讨论过。 我们说失业是一种个人的选择, 一个工人他在被解雇的那一刻, 可能是非自愿的, 但是在之后一个小时内, 他如果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 那就肯定是自愿的, 因为劳动力是一种稀缺的资源, 所以世界上到处都有工作, 工作是充分的, 但人们不会一见到工作就做, 人们会花时间去搜索, 寻找值得做的事情来做, 而越是有钱的人, 越是有积蓄的人, 他们越是付得起寻找的成本, 失业其实是一种信息搜索的过程, 也正是因为这样, 失业也跟失业者得到的补贴有关, 补贴越高, 人们失业的时间就会越长, 你看欧洲很多福利国家, 他们的失业率很高, 那是一个结果, 那是因为他们国家对失业者, 进行大量的补贴而造成的, 更重要的是, 我们说失业, 其实是一种劳动力过剩的现象, 过剩就是必须搭配其他的竞争, 才能卖出的商品, 过剩的根本原因, 就是价格被人为的提高了, 在很多国家, 往往在实施一些, 不合实际的最低工资政策, 这些硬性提高最低工资的做法, 增加了工人失业的可能, 所以当一个社会出现了比较高的失业率以后, 政府确实应该有所作为, 他们应该减少对失业的补贴, 他们应该鼓励企业家创业, 他们应该增加劳动力市场, 缔结合约的自由度, 解除劳动法当中种种不必要的限制, 修改甚至是废除最低工资法, 鼓励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结合, 这些都是政府应该针对失业而采取的有效措施, 而政府不应该做的事情, 是通过货币政策, 人为的制造通货膨胀, 在短期内误导经济,误导就业, 因为我们知道, 从长期而言, 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应该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来减少失业。 周四的问题是, 你认为对一个国家的普通老百姓而言, 他们本国货币的汇率是高一点好, 还是低一点好呢? 为什么?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货币的汇率, 其实是这个国家货币的价值, 更准确地说, 是这个国家以这种货币为标价的各种资源的价值, 你说一种资源的标价是高一点好, 还是低一点好呢? 答案是, 高也不好, 低也不好, 适当的才好。 一个国家的汇率过高, 人们就会抛售这种货币, 换取其他的货币来持有。 反过来, 如果一个国家的汇率过低, 那就会使得这个国家的资源标价过低, 这个国家的资源就会源源不断地输到国外, 这相当于贱卖了这个国家的资源, 这也不合算, 所以只有合适的汇率才是最好的。 当然, 短期来说, 一个国家汇率高的话, 购买外国货的老百姓得益了, 一个国家货币的汇率过低的话, 向外国人出售自己制造的商品或者自己提供的服务的老百姓, 得益了, 但全局来看, 只有合适的汇率才是最好的。 好, 周一到周四, 我给大家留了思考题, 今天是礼拜五, 我给大家留个辩论题, 大家一起辩论。 我们刚才谈到了对付通货膨胀的办法, 当然, 经常被人采用的一种办法就是购买房产。 我们今天就来辩论一下, 在通货膨胀期间买房到底好不好。 正方认为, 在通货膨胀期间买房是一种很好的办法, 因为货币不值钱了, 实物才值钱, 而房屋就是用大笔资金购买的实际物品, 所以不管房子有多贵, 它都能够起到很好的抵御通货膨胀的作用。 而反方认为, 在通货膨胀期间买房不是好事, 因为在通货膨胀期间, 房屋的价格都被争夺房屋的人哄抬得过高了, 而通货膨胀肯定不能够永久地持续, 它总有慢下来停下来的一天, 这时候泡沫就会破灭, 房子就不值那么多钱了。 如果这房子是借钱买来的话, 那买房的人就不仅不会赚钱, 还会背上债务。 欢迎大家参与辩论, 这个礼拜, 我们开始讨论政府对抗经济周期的两种基本的办法, 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无论在任何经济体里面, 政府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 举足轻重的角色。 它的所作所为, 对经济体的各种指标当然有重要的影响。 也就是说, 哪怕是它只顾着做自己做的事情, 它都会影响经济。 而如果公众期待, 而它自己也意识到要对经济周期有所作为, 它主动出击去对付经济周期的话, 那它对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就更重大了。 整个宏观经济学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困难, 就在于政府本身是整个经济体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 它是一个内生变量, 而不是一个外生变量。 它不是一个只对别人产生影响, 而别人对它不产生影响的个体。 政府要采取行动, 它要使用一些资源, 这些资源来自社会其他各个方面, 那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到底是它用这些资源用得更好, 还是社会其他个体用得更好的问题。 政府要调整货币流通量, 而货币本身是社会上每一个人进行经济活动的尺度, 尺度被调整了。 货币所产生的诱导作用, 最终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 这也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 正因为是这样, 围绕着政府对抗经济周期的两种基本方法,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不同的经济学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不同的视角产生不同的解释, 不同的解释就包含不同的政策含义, 不同的政治含义就会指导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的活动。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场世纪大战。 这个礼拜, 我们揭开这场世纪大战的帷幕, 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观点讲起, 奥地利学派对于发展和推动主流经济学, 曾经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主观价值论, 编辑的概念, 开放竞争的概念, 对企业家精神的强调, 对各种在试错当中发展的商业模式, 所采取的宽容的态度, 都是奥地利学派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贡献。 不过, 值得指出的是, 近几十年来, 奥地利学派的发展有走向纯粹, 走向极端的倾向。 这种倾向使得他在主流经济学当中被边缘化了。 我记得经济学家瓦格纳Richard Wagner曾经说过, 他宁愿把自己称为旧时代的奥地利学派学者, 而不愿意称自己为新时代的奥地利学派学者。 我认同瓦格纳教授的观点, 这是我们在学习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的时候需要注意的。 比如, 在我们全年课程在介绍主观价值论的时候, 我就有意地强调过, 每个人的价值判断是主观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主观判断是不可被观察, 不可被衡量, 不可被计算的。 谁长得更漂亮? 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但是作为外人, 我们看看广告牌, 看看名牌珠宝的代言人, 我们就能够观察和记录到, 在某个时代, 整个社会群体公认的美大概是什么样子。 每一个人到底喜欢吃牛肉多一点, 猪肉多一点, 还是鱼肉多一点, 是个人主观的判断, 但这并不影响市场分析师去观察, 去记录, 去分析牛肉, 猪肉和鱼肉的品质和销量。 数学在经济学当中是有作用的, 一部分奥地利学派的学者, 彻底地否认主观行为的可观察性, 彻底地否认数学和概率理论在经济学当中的应用, 在我看来这是走得太远了。 还有, 就是一部分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 对价格所采取的极端态度。 他们认为只有纯粹的市场才能产生价格, 只要是与政府或国营相关的部门, 他们就完全没有办法制定价格, 完全没有办法对价格做出反应。 正是出于这样的观点, 在讨论城市打车难的问题的时候, 许多人都会同意, 如果让出租车的价格能够有更大的浮动空间, 它是能够更好地调节紧张的供需关系的。 但一部分极端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却认为, 只要出租车行业带有政府垄断的性质, 对出租车价格进行调节就完全没有作用, 完全没有意义。 这种看法显然是和事实不相符的。 我们在全年专栏里面, 就曾经批判性地讨论过, 供给不自由, 价格无意义的观点。 我们说, 哪怕供给不是完全自由的, 价格调节也仍然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再比如说, 一部分奥地利学派学者对专利的看法。 专利是政府为了鼓励未来的发明创造, 对发明创造人所授予的具有时间限制的垄断权利。 有很多发明创造, 比如药物, 如果没有专利权的保护, 那发明创造一种新药, 所需要投入的资金和时间, 跟复制它所需要投入的资源和时间, 是完全不成比例的。 发明创造者的利益得不到专利权的保护, 是不可能去开展长达20年涉及资金可能20亿美元的新药物的研制的。 时事求是地看, 专利制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然, 政府在颁发专利的时候, 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 发得过多了, 发得过细了, 专利之间容易打架了, 造成的诉讼费用很高了, 等等。 但这些都是如何更好的使用专利制度的问题, 而不是要不要专利制度的问题。 有一部分奥地利学派学者认为, 就因为专利是政府颁布的, 所以它就是不好的。 这种观点不够实事求是。 好, 我们来看看本周的思考题。 周一的问题是, 在做贷款买房的时候, 利率的高低, 对你买房的决策, 应该有多大的影响呢? 为什么? 我之所以提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们经常听到有人会说, 银行提高利率可以抑制通货膨胀。 这种说法, 基本上把通货膨胀跟利率提高之间的因果关系颠倒了。 我们在全年课程前半部分, 介绍利息理论的时候解释过, 由于未来总是存在着不确定性。 人们站在今天, 评估未来的资源的限值的时候, 总要打个折扣, 未来越不确定, 打的折扣越大。 这时候, 如果我们要跟别人做一笔现货和期货的交易的时候, 你要劝别人推迟消费, 你就得给别人一笔补偿, 未来越是不确定, 这笔补偿就越大。 这是利率或者贴线率存在的理由。 我们说哪怕是在原始社会, 连货币都不存在的社会, 也仍然存在利率或者贴线率。 现在我们讨论宏观经济学的时候, 已经引入了货币, 把通货膨胀的因素考虑进来了。 但原来产生利率和贴线率的激励并没有改变, 我们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上了对通货膨胀的考虑而已。 长期而言, 名义利率等于实际利率加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 在没有货币, 没有通货膨胀的时候, 实际利率是10, 那么名义利率也是10。 但如果加上了对通货膨胀的预期, 比如说预期通货膨胀率是2%, 那么名义利率就应该等于实际利率10%, 再加上2%的预期通货膨胀率。 名义利率等于12%。 通货膨胀是因, 名义利率的增加是果。 名义利率的增加并不会反过来改变通货膨胀的成因, 并不会抑制通货膨胀。 天气冷了, 我们会多穿衣服, 但多穿衣服并不能使天气变暖。 这个道理我们要理解清楚。 谷小千同学回答, 贷款买房用途不外乎两种, 投资或者自用, 而前者的回报率或者资本使用的效率够高的时候, 利率的高低不应在决策的重要因素当中, 利率即使垫高了成本, 也不应该因业费食, 不能因为早餐涨价了而不吃早餐。 周二的问题是, 有不少主张提高针对富人税率的经济学者认为, 富人努力工作是他们的本能, 哪怕是提高了税收, 他们也仍然会努力工作, 甚至会更努力地工作。 你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为什么? 我自己认为, 这种说法忽略了边际这个概念的核心含义。 那是说, 凡事我们都要看事情发展的方向, 边际就是新增的新增, 增加一点税收, 会增加多少懒惰, 会增加多少懈怠, 没有人会因为新增了一点税收, 就完全放弃工作的。 但重要的是, 在边际上, 新增一点税收, 人们就总会, 或者至少总有一些人, 会增加一点懈怠的情绪。 我们在全年课程里面, 还专门强调过, 经济学所重视的, 不是总量, 不是平均量, 而是边际量, 人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 这讲的是总量, 讲的是平均量, 这不重要。 咱们关心的是, 只要不断地增加鼓励, 人们做好事的机会就会增加, 经济学教我们的, 永远是要在边际上看问题。 对周二的问题, 小杜同学回答, 哪怕是提高了税收, 富人也仍然会努力工作, 这个事实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富人也是商人, 为商者便要逐利, 商人们会设法, 钻法律的漏洞, 尽可能少交税。 如果一个地区, 一个国家, 税率太高, 超出了承受的范围, 商人们大不了不赚这个钱, 换个税收低的地方还不行吗? 小杜同学关注的, 就是税收的边际效应。 成务以游新同学也回答说, 在全球市场上, 税收也是在竞争的, 如果对富人的税收过高, 富人是会选择移民, 离开这个国家的。 法国的著名演员大鼻子秦盛, 就是因为税收问题, 移民俄罗斯了。 我同意成务以游新同学的看法, 我在本周二, 针对特朗普总统提出的税改方案, 给你做了一份加餐, 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如果你错过的话, 请你注意收听。 周三的问题是, 在一个荒岛上, 根本就没有尺子, 那么人们要做尺子, 到底应该怎么做, 才能确保这尺子的精准度不会改变呢? 这个问题, 在周四的课程里面做了回答。 它的回答是, 我们其实很难避免循环定义的局面。 比如在物理学上, 什么才叫一米呢? 光线在一个短时间内经过的路程, 就是一米。 但问题是, 光束本身, 又是包含了米, 这种长度单位的定义的。 所以我们说, 这是一个循环定义, 或者是循环衡量。 回到经济问题, 我们要在货币流通量 和货币所要衡量的财富之间 取得一个平衡, 是不可能做到完全准确的。 因为财富的总量总在变化, 货币的总量也在变化, 要它们之间取得一个 恒常不变的关系, 是不可能做到的。 周四的问题是, 让私人银行之间自由发钞, 当然会形成一种自由竞争的状态, 但是即使是今天的钞票 是由国家发行的, 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 不同的货币本身 是不是也形成了一种 互相竞争的态势呢? 答案是肯定的。 今天, 由国家发行的货币之间 每分每秒都存在竞争, 它们之间的汇率 时刻在波动。 人们选择用来结算的货币种类, 也会随着这种货币的可信程度 和方便程度而改变, 至少在边际上 存在被改变的可能。 可以把今天 世界各国货币之间的竞争 看作是国企之间的竞争。 如果真有哪一天 奥地利学派 自由银行的建议 得到了实施, 那我们就可以说, 除了国企竞争, 我们还引入了民企竞争。 当然, 我的猜测是, 那些在自由竞争的 私人银行当中 具有决策权的专家, 很可能也就是今天 在国家的中央银行当中 具有决策权的专家。 他们仍然是 最有经验的银行家, 唯一的区别是 有时候他们服务于国企 中央银行, 有时候他们服务于民企 私人银行, 仅此而已。 好, 周一到周四 我给大家留了思考题, 今天是礼拜五, 我给大家留个辩论题, 大家一起辩论。 这个礼拜, 我们分别讨论了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我们今天就来辩论一下 到底货币政策更有效, 还是财政政策更有效。 正方认为 货币政策更有效, 因为政府在执行 货币政策的时候, 在调节货币流通量的时候, 不需要事无巨细地 取得公众的认可, 这要能节省 大量的决策成本, 有效地缩短 政府执行政策 和政策取得效果 之间的时间间隔。 而反方认为 财政政策更有效, 那是因为政府要征税, 得获得人民的认可, 因此能够取得 社会最大程度的共识, 而政府投放资金 也更能够做到有的放逝, 不像货币政策那么笼统。 用这样的办法 来对付经济周期, 目标会更精准, 效果会更具体。 欢迎大家参与辩论。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